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应该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 一个人当然不应该把非自己所能支配的东西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 一个人真正能支配的唯有对这一切外在遭及的态度 简言之就是如何做人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 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 我确实认为做人比事业和爱情都更重要 不管你在名利场和情场上多么春风得意 如果你做人失败了 你的人生就在总体上失败了 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和谁一起过日子 而是你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 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 他才可能有之出发 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我不能想象 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 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 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 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 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 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 如果一个社会是有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 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 有效率的社会 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 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 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 为了抵御世间的诱惑 积极的办法不是压抑低级欲望 而是唤醒发展和满足高级欲望 我所说的高级欲望指人的精神需要 它也是人性的组成部分 人一旦品尝到和陶醉于更高的快乐 面对形形色色的较低快乐的诱惑 就自然有了定力 最好的东西你既然已经得到 你对于那些次好的东西 也就不会特别在乎了 只有一次的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但许多人宁愿用它来换取那些次宝贵或不甚宝贵的财富 把全部生命耗费在学问 名声 权利和金钱的积聚上 他们临终时 当如此悔叹 我只是使用了生命 而不曾享受生命 我们时代的迷雾之一 是把消费当作享受 当然消费和享受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 有时两者会发生重合 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 纯粹谢欲的色情活动 只是性消费 凌肉与共的爱情 才是性的真享受 走马看花市的浏览景点 只是旅游消费 陶然与山水之间 才是大自然的真享受 用电视报刊书籍解闷 只是文化消费 启迪心智的读书和艺术欣赏 才是文化的真享受 要而言之 真正的享受必是有心灵参与的 其中必定包含了所谓灵魂的愉悦和升华的因素 否则钱花再多也只能叫做消费 享受和消费的不同正相当于创造和生产的不同 创造和享受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 就像生产和消费 就像生产和消费属于物质生活的范畴一样 人生的道路分内外两个方面 外在方面是一个人的外部经历 它是有形的 可以简化为一张履历表 标示出了曾经的职业地位荣誉等等 内在方面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它是无形的 生命的感悟 情感的体验 理想的追求 这些都是履历表反映不了的 我的看法是尽管如此 内在方面比外在方面重要得多 它是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本质部分 我还认为 外在方面往往由起命运 时代 环境 机遇决定 自己没有多少选择的主动权 在尽力而为之后 不妨顺其自然 而应该把主要努力 投注于自己可以支配的内在方面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除了外在的自我以外 都还有一个内在的精神性的自我 可惜的是 许多人的这个内在自我 始终是昏睡着的 甚至是发育不良的 为了使内在自我能够健康生长 你必须给它以充足的营养 如果你经常读好书 沉思 欣赏艺术 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你就一定会感觉到 在你身上 却是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 这个自我 是你的人生道路上的 坚贞不渝的精神密友 对一颗善于感受和思考的灵魂来说 世上并无完全没有意义的生活 任何一种精力都可以转化为内在的财富 而且这是最可靠的财富 因为正如一位诗人所说 你所经历的 世间没有力量 能从你那里 夺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